大家好,欢迎来到快手厨房 今天我介绍的是红烧排骨面 用电子高压锅炖排骨 用面条机做面 做好的排骨枝浓肉酥 面条可口筋道 首先取大约一磅猪肋排 泡去血水洗净 切开 排骨冷水下锅 盖上煮开 准备葱段和姜片 排骨煮到不再往外渗血水 捞出洗净后放入高压锅里 加入开水 加一汤匙生抽 一汤匙料酒 加点老抽提色 加点蚝油提鲜 加入适量盐 半茶匙白胡椒粉 一个八角 加入葱姜 加一茶匙白糖 盖上调好减压阀 盖上调好减压阀 设手动挡20分钟 我今天用两杯面粉 400克 大概能做450克面条 吃不完可以冻起来 装好面后盖上扣好 我选了这种圆粗形的 做好的面条直径大概3毫米 拧紧 取140毫升过滤水 接通电源搬到自动挡 按下开始键 把凉好的水慢慢倒入进水口 面条鸡正在和面 转眼就出面条了 面条很松散 一点也不粘连 做好还可以放起来 冻在冰箱里 好了 煮过开水下面 这个面比较硬 水开以后 大约再煮3分钟 闻到面条的香味了 再烫两片青菜放碗里 来两块排骨 再来点排骨汤 嗯 好香啊 拌开尝一尝 吃块排骨 喜欢这个视频 请订阅我的频道吧 谢谢观看 下次再见 谢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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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